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秘法一定会得到弘扬 佛陀的教法就像三传法人 这样的按照次第兴圣 先是小秤 佛法灭度以后五百年之内 基本上都是小秤佛教兴圣的时候 后来到龙树菩萨的时候 大乘佛教兴圣 那么到了末法 就是秘法会兴圣 也是末法 法和秘法会兴圣 因为很多的人经过了两千多年的修行 最后快毕业了 要修秘法 也是按次第修的 末法时代很多大德不急地去西方 这两千多年来 他一直在说佛世界 一直在修 他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修解脱道 后来修大厂 最后修秘法 所以说秘法到了末法时代 反而会兴圣 这是肯定的 像读书一样 按着次第读 那我们讲讲这个金刚七句 莲花生大师是自信三根本的体系 是莲花化生的金刚生 为了利益未来世的众生 连世以无比的慈悲性 将心中的薪水大发福藏 在各种修法里留给后来的副藏师 开启 在五着二世中修行正法会有很大的魔障 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魔障也大 成就也也大 需要虔诚的祈祷 连世才能顺利的度过 末法时代就会有很多有善根的人 但是他们的修法 魔障也大 所以需要齐请连世 金刚七句 齐请松有极大的加持力 在尼玛派当中没有不修这个法的 为了使修法产生真胜的效益 必须先启发对于连世本法的深度信心和恭敬 所以有必要稍作讲解 以便大家从深度和广度来产生认识 就要在很大的程度上开启信心 使连世的加持顺利入心 前两天我把那个连世的这个传记拿出来 发了发 这个传记非常的有加持力 要对连世生起信心 一定要读读连世的传记 会对连世产生很大的信心 金刚七句的含义 此处其情的这个对境 是三世一切诸佛的本体 无上的莲花生大师 使用的是一切奇寝文字王金刚七句 连世按住在法身中自现的金刚文字 如同大圆满 这个一字序是金刚词录来 注意不可思议境界而自然显现吧 成为加持和吸引的大保障 称作金刚是说 这根本不是分别心所现的文字 或有违法 分别心 随因缘现起 有生有灭 而法身远离生灭 是大无违法的体型 因此称为金刚 或者说 由于从金刚般的大无违法的法身智慧中自然显现 所以称之为金刚 它永远不会失效 能够以金刚般的体型便于一切十方的有情界 并如意 赐予 加持 和吸引 金刚七句是佛的智慧 是连世的无上正觉 是金刚之身 大无违法 能辨于一切 有情心中 有如在众生心前 本身即佛字的密咒 线为文字 阴声等 相障般 众生将金刚七句也 均为有生灭的文字 由此呢 它作为无边加持和吸引 的大保障 随着个人的见解 修正的差别 文字也会相应 呈现出 从外到内到密 乃至极密法的内涵 金刚七句 这七句法 因为我们的信心不一样 所以说 个人的见解 修正的差别 文字会相应 呈现出 所谓的外加持 内加持 密加持 极密的加持 例如 深圆磁地 大圆满等 各种法义 有着次于各方面的加持 乃至令人 数级开悟成佛的功效 就是看你自己 对这个佛陀三传法 乃至密法的 这个见地 还修正 那么这个金刚七句呢 都会有 它特殊的加持 由此也可以 了知金刚七句的体相用 体是法身 大圆满界 像是所呈现的自然 自现金刚妙身的相状 用 则是如意宝性 能够随其众生的根性 欲乐 赐予恰如其分的加持 也就是 随众生心 因所自量 第二 其请 阴线的金刚阴身 连诗亲口 说 福莲花生 注意 本来界中 自然显出 法性自立的 金刚阴身 其寄予其请 以此自然 妙身的七行力 现前了 周边虚空 据武决定的 报身 报土的所有庄严 这时候 法界 五部佛母 为了利益众生 以金刚七句 其请 庄严 报身 如此就 在极乐净土 如海中的 莲花 净端 献起了 五个化身 都是莲花身 在无量 岔海中 当时做了 不可思议的事业 任何一者 都超出 思维的量 又有一百 俱七 数的 智慧空性母 同时唱诵 七句 其请 为了在 释迦佛的话图 满占不周 新圣密宙教的 缘故 引寝 莲师映现 于是我从极乐世界 化身而来 你们记住 莲花身大师 就是从极乐世界 化身而来的 但是极乐世界 一个阵量比较高的 菩萨 当时 是在金刚称 教法本源的 乌经 境内 达纳 锅下 岛上 西齐莲花的 尽端中 显现出来 身作海参金刚 降生之后 显现了许多 不可思议的神变 及其西齐 庄严 一切都超出 思维的 亮度 在人间 化现以后 对无量无数的 空性母 宣讲了莲花 幻化 幻化 幻续 等 续教 翘诀 续是指 马哈 尤嘎 教是指 阿鲁尤嘎 翘诀 是指 阿迪尤嘎 也就是一切 无上于切的 秘法 有一百 具体那么多 这都是 随胜 所画机的 不同 娱乐 为了利益 当时 和未来 众生而宣说 接着把一切 续教 翘诀 中 所说到的 三根本 设计 一个 上师 连世的修法中 再把上师的修法 无余设入 七具 齐请 这一修法 使它成为一切 圣神秘法的 大陀罗尼 种词章具 也就是说 七具 齐请诵 成了寒色 一切佛法 不可思议的章具 成了一切 妙法的根本 完全是一种 没办法分别的行径 堪称 一技无量 一切 如海的 虚 教 翘诀 射于 莲诗修法 莲诗修法 又射于 七具 七情颂 就像把三千 大千世界的 金卷 设入一个 微尘那样 七具 七情颂 设计了 无数 最盛生的 金刚 秤妙法 它成为一切 世间 界中 最稀奇的 金刚 妙神 实不可思议 大无 违法的 章具 成为开启 一切加持 和西地 宝藏的 关键 成为 以三生 莲诗 佛 感通的 秘诀 也就是 依此 自心 称念的时候 就能迎请到 莲诗的 加持 莲诗说 既以 七识 既性 将 第六识 以 第七识 合为 一个 道的 七觉 之 果的 圣意 其才 的内涵 都无 于 射入 七具 无 丝毫 欠缺 换言之 这一切的 内涵 都在 金刚 送礼 含舍 虽然表现上 是七具 实际上 它就是 圆满的 无尽 妙障 它是 法界 自然显现 而不是 妄想的产物 不是通过 能献的因缘 而造就的 有违法 本体是法界 但为了 利益一切 有情的缘故 让众生 能够引寝 到佛力 不可思议的 开发利用 从而 以三身 连丝 契合的缘故 先献成 金刚 去据 送 我们要再再 认识到 这个不可思议的 行径 除佛之外 无能能够 洞察 它的底蕴 无能能测度 它的内涵 或知道 它所 给予的加持 和息地 有多大 其实 哪里有 金刚 去去 哪里就有 连丝 哪里有 自称的 奇形 哪里就有 加持 降临 而且随着 个人的 根性 意乐 不同 自然出现 如量的 效用 因为无事的法界 从不 会有 偏实 它如同 大海 含射了 深圆之地 大圆满 等一切妙法 而且 前者的 前 生者的 生 可为 原设一切法 普背 一切基 它的效力 便在一切实处 能起到 侧正 菩提 之间的 所有作用 也就是 以它 无限层面的显现 随着众生的 见解 祈祷性的不同 会出现 欲来 欲深广 顿速的加倍 乃至 赐予 顿时之证物 如上所述 其情 映现的 金刚音声 是极大的 秘密表示 其中有 极秘密的 缘起 也就是说 连丝是如何 映现在 众生面前 或者说 众生是怎样 见到连丝 接通连丝的 加持呢 其实最殊胜的 窍诀 就是 一切 齐寝 尿法 之亡 由连丝 自己宣布 也是法身之中 显现的 微妙元气 而不是由某个人的 苦识冥想 能因缘 撰写 造作出来的 金刚七句 如是金刚七句 称为 齐寝连丝 从法身 显现 暴身 从暴身 显现 化身 的 最直接 妙诀 离系的 明空界 就是法身 从 法性本身的 利用 现前了 金刚七句 在以这 不可思议 法尔 自现的 金刚妙音 的自齐寝 就 献起了 周边虚空的 暴身 暴土 庄严 之后 又如何 从暴身 显现 化身呢 还是以 金刚七句 来齐寝 它成为 从暴身 起现 化身的 关键的 能感应 金刚七句 是三种 七寝的 钥匙 用这把 钥匙 就能把 连丝 请出来 这其中 显含了 现 正 法爆化 三圣的 关药 正是 以这个原因 辩知 麦 彭 婆 切 赚助了 极其 殊胜的 白莲花 式 赞叹 金刚七句 具有 无量 妙语 使行者 能够 由外 到内 到密 到极密 的 一直深入 我们所修送的 清刚七句 本身 是这样一种 法界的 奥秘 我们都知道 莲花生大师 他是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和释迦摩尼佛 深口意的 化现 所以说 优连师 就是同时 修了这三个 本尊 他是 释迦摩尼佛的 身 阿弥陀佛的 义 观世音菩萨 的 义 这三个佛 深口意的 化现 他是离我们 最近的佛 在末法时代 这个 连师的法 就是要 红遍全世界的 这是肯定的 此处 继续引用 连师的金刚 第十语 做证明 连师说 只要你修诵 如是金刚妙音 无必然 无自在地 降临 而做加持 至于大智慧 观点 同时如云般 的三根本 圣中海 也一同降临 在共同殊胜的 二种息地上 都能无任何障碍 抵次语 行者可以直接 或者在正经 绝授梦境当中 见到我 见到 红光 绕绕 妙音 普勋的妙相 还会听到 空行母的 受集声 或者见到 空行表示文字 而且念金刚七句 使大家是降临 在行者的 声与欲上 依此力量 顿正的 正量 会当即 升起 念了金刚七句 能够 虚拳 八部鬼神 既威力 控制 鬼神之心 具有 号令的 权威 无论说什么 他们都 唯命是从 不会 从中 作梗 不仅 修炼者 自身 具足 威力 很快 到达 雌鸣地位 最终 女连诗 成为 无二 甚至 满以 修炼者 结缘的人 也都 具有利益 以下 对这段 金刚语 做些解释 法界的 原起律 非常奇妙 金刚七句 是连诗 在法身中 自现的 弃行文字 它是自己 弃行的缘故 所以形成了 一旦修颂词法 连诗 必然会来 而且说 我都毫无自在 什么原因呢 是因缘会合 自身方面 具足了信心 恭敬心 这连诗的加持 不可能不现前 而如同 天月和静水 一旦会合 自然有 月影 现前一样 金刚七句 由于的本体 是连诗的 金刚智慧 超越时空的局限 不落于某种戏论 由于不是刹那 微诚的体性 才能够周遍 任何时处的众生 无论有多少人 自信持练 连诗必然 一一降临在他面前 由于他是 金刚智慧 有无外的 加持力量 随着众生的心 有多强 就能引 多少智慧力 所以能够随应 众生心 如量的显现 加持 次于西地 换句话说 有如空骨 相应多大的声音 就会传出 多大的回响 有如明镜 当即会相应 各种长短眉丑 而现出 如是镜像 同样 同样 由于他力 究竟的缘故 卑力 无碍的缘故 只要众生 诚心 词念 必然随着 各自的 欲乐 一心 现出 相应的量 再说 它是金刚体性 非有 因缘 深的缘故 力量绝不会有缩小 亏神的情况 在任何时空界中 有任何众生词念 都一定会发生 如是的效用 不可能失灵 或者效用降低 因为金刚体性 根本不是 偏在任何边上的法 无因坚信 一旦受持 就是廉世的智慧 直接在心中起作用 随自己的心 有多少前程 公斤 有怎样 阴重的齐情 就会相应地 现出 那么多的加持 我们无需怀疑 尽管 现前没有见到 连世的色身像 但金刚齐聚 就是连世的代表 就是连世的智慧 只要一心齐情 连世当即 就在心中显现 连世 金刚齐聚 我们的心 没有隔阂 没有间隔 而且本来无二 无差别的缘故 连世没有一秒钟 延迟地显现在 祈祷着心中 我们没有理由 不相信 金刚齐聚 就是连世 它就是连世的 威德 智慧力量 由此 但我们自心 此念 连世的威德 就是自身的威德 就必然有 心中 连世的加倍 而且会 招请到 卢海的三根本 圣众 不仅如此 由于此刻 自身 已经是连世 威德的缘故 能够 遇使 无量的八部 鬼神 在威德的舍负下 他们完全没有 任何力量阻挡 也根本起不到 任何障碍 而且以诚信 连世 以自己无二 达到毫无怀疑 自心受斥的时候 祈祷者本身 就是连世的一种 化现 这个修到这个 以本尊无二了 这个修上师相应法 修到这个时候 确实是可以 就是连世的化现 那么 凡是已知 结缘的众生 都能得到 很大的利益 因此 理应 生起佛慢 而不是 妄之菲薄 说自己还很差 等等 要知道 正当 持受连世的时候 本身就是连世 且以此力量 能够加倍到 一切众生 即使展示 还无法信受 那至少要相信 连世的力量 就是透过 祈祷者的心 扒出去 如同聚光式的 太阳照 它朝向太阳 就能聚聚光力 获取热量 转而起到 加热的作用 当然最好的见解 是在念诵的当时 就信解自己 即使连世 因为我们的 金刚体性和连世 无二无别 同体的 金刚七句 就是连世的 智慧威德 以此缘故 我们就能够快速地 到达 持命地 跟连世 成为无二 这是一条极其 迅捷 简易的路 完全超理 寻思者 守能 能量的行径 但关键是 要有信心 和恭敬 也就是需要相信 无上的连世 确实具有无碍 入心 使人立地 宪政的力量 此外 像是消除 违缘 使一切 随之而转 等方面的力量 当然就更不在话下 具有这种 最大的信心 深信 其信送 就是金刚体性 是无上 佛陀的智慧 由此 才能成为一切人中 最巨猿 最有福分的人 也成为最好的法器 对于这种 不可思议的行径中的事 竟然能够 没有丝毫怀疑的 一心信守 说明他的心里 时时都有连世 时时都与 人世同战 连世并不遥远 连世周遍一切 是以自己不二的体性 而且正显现成 金刚器具 就凡夫目前来说 由于各自如患的业障 暂时还见不到 连世的化身形象 这是最便于受持的 即使 对我们最有恩德的 金刚器具 虽然它本身是大无为法 但它也是连世 以最慈悲的方式 赐予众生 直接能受用的 直下就能 提醒到连世 威神力量的妙法 之外再也找不到 更方便 更殊胜 更圆顿 更直接 更有效力的了 无上智慈悲的连世 把整个卢海 虚 教育和翘诀的 妙意 功德和利用 都含射在此 无境杖般的 金刚曲句 宋众 这是一个具备 无量加持和 西地的大秘密杖 如上数数 金刚体性的 曲句 七行颂 不属于 生灭法 它的力量 也不会有 任何的变化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任何人的心中 都能以 完全平等的方式 如法如量地 呈现 而且由于 本身就是 连世的智慧 以此大为得力 它自然能 做一切佛事 能够无外地 直接 赐予共同 和殊胜的 两种洗地 如果我们的 信心和功敬 已经增长到了 极度 那么连世 就可以一刹那间 把增量传给我们 所以这 确实是 顿中顿的 无上大道 师傅原来在 这种闭关的时候 就天天念连世 就是七行连世 的时候是最多的 因为我们这个 徐拉雷尔上师 传的这个法呢 就是连世的法 这个白马登登祖师 就是连世的化身 我们修这个法的时候 首先就是 先念连世 金刚七七送 念完了以后 再念白马登登祖师的 七七送 但是先要念连世 因为白马登登祖师 其实就是连世化现 白马就是连化的意思 白马登登祖师 它是完全红化了的 修连世的法 它修的成绩很高 并且它传的这个法呢 也是复杖法 它是一个复杖大师 它就是传的完全是连世的法 金刚七倾的效力证明 在以金刚七句作 七倾的历史书记中 寄来 所有金刚空心武 做会共的时候 都是以它作为 引寝连世的赞赐 当然了 我们这个是修 上师相应法了 上师相应法的要求 是先修施加星 你们都知道 施加星里面呢 也有修菩提心 菩提心结合 也是修功万诈 还有忏悔的 白志明这些 最好施加星修完了 再修上师相应法 最关键的 还是发菩提心 有好的菩提心 还有这个结合空心慧 再念这个金刚七句 你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要是有着好的根基 大家都可以 震到本来面目的 秘密的法都在里面了 就是看你的信心呢 看你多大的信心 根本上还是菩提心和空心慧 这两方面修得好 那么你就修上师相应法 信心就严大 这个信心还是来源于 你的菩提心修得怎么样 还有你的空心慧修得怎么样 这是根本 如果没这两个作为基础 你说信心 外道的信心也很好 是吧 你看他们对上帝的信心 也是完全具足 外道的那些信徒 他的信心也非常足 但是他们那个信心 跟我们不是一个境界 没有智慧的 没有菩提心的 此处以 强有力的势力来证明 尽管七句七情的效率 当年在印度纳兰陀寺的经堂里 纳兰陀寺当时就是玄奘大师去学习的地方 最后的一个地方就是纳兰陀寺 当时那个方丈一直等着他 他要远击了 后来可能是利度母跟他说 你不能远击啊 东方还有一个人来求教的 他就没有远击 一直等到 玄奘大师 然后给他讲一切实地论 这就是那个纳兰陀寺 当年这个纳兰陀寺的经堂里 有擅长英明和声明的 五百多位外道学师 跟内道的智者们辩论 企图摧毁佛教 按照辩论的规则 失败方必须跟随改学圣利方的教派 而当时佛教的智者们都无法胜负外道 情形变得非常危急 这天晚上大多数的佛教指者 都梦到一位 名为圣记的空心母授记 说 以你们的能力 没有办法拨打外道 我的兄长金刚卢曼丽 现在正在黑暗的清凉 斯托林里修法 如果你们不迎请他的话 圣教就会灭绝 指者们心想 我们怎么能到清凉师领区呢 那是一个人际罕至之地 谁也不清楚在什么地方 再说去那里是非常艰难的 这是圣记空心母说 你们就在金堂的顶上 摆上丰盛的供品 并且烧香 敲击多种法器 随后以大功进行 同时念诵金刚七七 做祈祷 随后空心母为他们传授七句祈祷 指者们按分呼照办 结果在祈祷的当日 格里仁波切从空中降临 坐在五百位智者的上手 遇到在印度院地弘扬开来 由此可见 本来引寝到连世非常不易 但只要以大功进行 念诵金刚七句 连世不可能不来的 七句七七领诵 有如是 引寝连世的 极训捷功效 后来连世来到西藏 处理了殊胜的佛法 又给有缘的君臣传了七句修法 为了利益未来的人 几乎在所有的复藏法内当中 都有此七句修法 直至如今 这一大宝藏法门的加持 仍然持续不散 由这众所共建的限量加持下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